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,中原杰民众常以封城贡品及厚厚纸钱祭拜好兄弟,但大量焚烧纸钱恐影响空气品质,环保署推动环境友善祭祀,署长李英元金杰和工商业代表,宗教代表及民众代表等,呼吁中原普度武用心,包括买好武,集中烧,少用量,替代拜,用心拜等,一起用心爱地球。 李英元表示,民众在栖息爱的不只是情人,还可以爱环境爱地球,因此在中原结拜拜时,可以透过五种用心来体现,第一心就是买好物,以选购优质产品,天然的在地的,减少碳排放。 第二心是集中烧,之前才集中在运方式焚烧。 第三心是少用量,少香少泡少金。 第四心是替代拜,可以供贷金或以量贷金。 第五心则是用心拜,只要用双手合十,就能展现成意。 企业团体包括台北101表示,于中原普度采用环境友善祭祀方式已实行多年,从早期集中焚烧,到目前普度已不焚烧之前。 而以往采传统方式进行普度的台湾中游,也以减少纸钱香之用量,并宣导旗下直营加油站一同相应。 至于每年中原节举办普度法会的中立词会堂,也渐渐于中原普度时采用以两袋金的方式,减少纸钱的使用量。 而普度过的白米也捐献给弱势团体,兼具慈善的功用。 至于近日深澳电厂议题又起波澜,李英元说,新的机组替换确实能够降低污染,而电是部分政党的,电的输送不会因为政党不同而有强弱。 工商界希望供电无余,这也是政府努力的角度,希望外界以开放态度来看待深澳电厂,而环保署也一定会负起监督环保生态的责任。